嘿 我是Hennigan 在這次的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喔 那我剛才稍微準備了一下我們的部件 我現在要來做一些 我們等等去黑橡木森林會需要用到的工具 那這邊的這八個部件 應該很明顯就可以看得出來我要做什麼了吧 第一個是這個伐木斧 這個就有點像是槌子 只是這個是用於我們挖木頭的工具 一樣是可以一個3x3的範圍來做挖掘 那這邊我選用的是 枯還有騎士史萊姆來做我們的頭端 另外兩個則是我自己的偏好 就是銅的手柄還有木的結合綁定 我會使用木頭來做這個結合綁定 原因是因為它有個再生 我覺得還不錯用 那這邊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點是 我們的這個頭端還有這個大型板子 其實是可以互換的 他們在這整個工具整體上都算是頭端的部分 那做出來有差別的就只有你的這個東西的長相而已 那我個人是喜歡這樣藍色的啦 所以我就先這樣做吧 那其實這個挖掘速度還蠻慢的 所以我要加上這個紅石喔 這個紅石是迅速的效果嘛 我們直接給它3層 這樣子的話它的挖掘速度就到8點多了 還蠻快的我覺得 除此之外呢還有這個 這個是四種不同的刀刃喔 這四種都是一些增加傷害的刀刃 首先是這個沙漠距尼喔 這是之前我們有去打到的嘛 這個效果是有中毒喔 還有一個蟲群守護者 中毒就是跟千一樣啦 那這個蟲群守護者是會讓你的傷害直接增加 只要不是劫之類型的生物就會增加了 再來是我們這個冰龍鋼 這個其實我原本在跟火龍鋼在做抉擇 但既然我們沒有玩過冰龍鋼 我們就來玩一下吧 再來是我們這個馬玉琳應該大家很熟悉 以及這個海靈石喔 海靈石的話很特別 海靈石的效果是只要有損耗耐久就會增加傷害 那另一個的話則是無視水中乳利 有點像是我們改造的魚騎 那如果在水裡面的話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這邊我準備了一些石鷹喔 因為我覺得應該直接增加它的攻擊力 會比其它的效果還好一些喔 那我所有的改造項目都給它用上這個石鷹的鋒利吧 另外啊我們的這個金鎬啊 金鎬目前是有附上了絲綢之樹 對 因為我在釣魚機那邊我刷到了一本絲綢之樹的 那我就乾脆把它附上來啦 好啦 那我記得黑橡木森林應該是往這個方向 我們就先前往黑橡木森林吧 好啦 那我們這邊到了我們這個山木的森林喔 我等等其實也可以順便來挖一些啦 那我們彈過去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黑橡木森林應該就在對面了 我記得好像經過一個沼澤 欸 到了 喔 喔 喔 這是莓果蟲嗎 可以這樣挖嗎 不行 這是莓果蟲嗎 我看不出來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我不知道 可是好像是喔 對 感覺應該是 好 那這邊是 這個是沼澤 那照額來說應該 喔 我看到了在對面了 我視野距離這次開的比較遠一點 所以看到 喔 我應該帶弓箭的 完了 這個飛鏢我剛才使用過後發現 其實沒有弓箭的好用啦 就只是好在他的彈藥是可以比較輕鬆的取回而已 其實好像也沒有多輕鬆啦 因為好像一般弓箭矢也是可以取回的 這邊的話是四階的 他剛好掉了一顆龍蛋 這是從剛才弟弟跑上來的啦 我剛才一路上幾乎沒有做什麼收集 然後一路上也沒有遇到什麼怪物喔 就很輕鬆的就來到了這邊 然後 啊 這裡都被撤毀掉了 我覺得之後還是要用弓箭啦 這個飛鏢真的是沒有很好用 這裡我記得我之前來過啦 那在之前直播的時候呢 我也經過這邊 到對面的時候我就找到黑橡木森林在那邊 那我們先過去 喔對這裡還有這個 這叫什麼 橡膠樹 對橡膠樹 這也是之後可以順便來蒐集一下的 那我接下來應該會是想要來蒐集黑橡木還有山木 橡膠樹其實可以不用 因為我有他的樹苗了 那我們這邊 誰 喔你好 對這邊有這個賽聯 這個也是人魚吧 我覺得 這個跟海豹人有點像喔 我在懷疑是不是其實根本都一樣的東西 只是生在不同的地方嘛對不對 那這邊呢 有一個我很想要的QQ 對這個QQ是我一直很想把它帶回去的喔 這裡還有好多松鼠 喔超可愛的 那其實這邊背包呢 在我剛才出征之後 我想到我忘記帶了這個靈魂石 所以我後來又跑到山怪那邊去跟他買了一組喔 不對這個是半組 對這個又花了我很多灰日鐵 之後要好好的認真挖一下了 現在灰日鐵整個就是完全不足的狀態啊 那這邊呢我是要來收益這個QQ的喔 這個叫燈籠果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殺掉一隻 會 那殺掉之後呢 他會掉落這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呢叫做燈籠肉果 不是燈籠果肉 燈籠果肉 喔好難唸喔天啊 那這個東西吃下去之後會有一個夜市的效果 我是覺得還不錯 雖然說沒什麼用 我主要是覺得 喔他很可愛 這是什麼鬼啊 好這個是狼吧 那我這邊想要收集一下松鼠 我之前沒有遇過松鼠耶 喔這裡又有野狼 這個刀應該是一刀就可以 What 你自習了 好 摸完三秒鐘 喔 這是什麼鬼 之前 這是我之前來的地方嗎 我怎麼沒看過這個啊 這個是小精靈的地方 好 小精靈 FPS在降 我感受到了 火龍 不要我要離開這邊 我要離開這邊再跟他打 這裡有小精靈 好 我 這個真的超難打的 我吃一下這個肉果 這個時候這個就有用了 好 那這一隻應該是五階的吧 這隻超難打的 真的沒有好弓箭 不能跟這種東西打 那我這邊一直忘記換我們的靴子 我們先換一下 比較安全 這邊這個是五階的 對 果然 可是他沒有掉龍蛋 很可惜 那我們這邊先彈回去那邊喔 這裡的話 喔我剛才是講到哪裡啊 我先把我的這個東西清空喔 一些不必要的直接丟掉了 我沒必要留他們 那我今天主要來呢 我第一個是要收集木頭 這是之前講過的 再來呢 就是我們要來用靈魂石 抓走這些QQ 這個QQ真的超可愛的 我超想養一堆的 那我們這邊直接這樣 靈魂石點一下 他就會進來了 這裡剛剛有這個 小精靈的據點嘛 那我很刻意的把它移到了那邊 我才跟那條龍打喔 這打超累的 然後已經有一些死掉了吧 這個是 精靈城喔 精靈城的話 我記得是可以做一些什麼 頭上有東西耶 好 反正我記得可以做一個湯是不是 我記得 好像是啦 我沒有 沒有記得很清楚 那小精靈 你可以帶回家嗎 這個又是什麼 這好像是他們家對不對 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 黑橡木小精靈小屋 我覺得我可以 這樣子 像這樣 好像還不錯喔 還可以吧各位 只有一隻這樣夠嗎 好像不夠耶 還有其他的嗎 唉唷 看到了 粒子特效好明顯喔 多抓個幾隻帶回家養 欸 帶回家囚禁 雖然我不知道可以幹嘛 但 帶回家囚禁 喔 你好可愛喔 這個 我這邊抓一下 這邊我們抓一下這個肉果 果肉 燈籠果 算了 隨便 這邊我看到一個女巫了 欸 女巫也可以帶回家吧 可以耶 這樣是對的嗎 好 我們這邊多抓一點小精靈喔 這裡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我大概抓了四隻的這個 燈籠果 還有這個一隻的魔女 還有四隻的精靈 我覺得 可以多抓幾隻啦 這精靈層可以多收集一點 這個地獄格拉將啊 在別的生物也會掉落 還蠻常掉的 它是挖掘加速 我突然有種 我好像背包不夠大的感覺 我覺得我今天會收集還蠻多東西的 我沒想到我會遇到這個 這個 我覺得把它帶回去吧 這個應該是他們家吧 這個會生小精靈嗎 如果不會的話 喔 它剛才是不是在我面前掛掉了 我有看錯嗎 它是不是在我面前掛掉了 四隻小精靈到底夠不夠啊 這個可以帶回家當那個啦 呃 裝飾 我覺得我應該要想辦法再過來一趟 我應該會需要很多背包的空間 這裡金龍果我們再來收集個幾隻 好啦 那我先把我們的這個給用完好了 欸 我這邊有好多小精靈喔 欸 狼咧 他竟然進去了 欸 抓到 這個應該是他們的小屋 他們會像村民一樣轉進去 那 我剛才看到那個 呃 在我眼前消失的 應該是這個顏色的 然後他應該是因為家被我用掉了 所以他不見了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啊 哇 青蛙人 等一下 是你要替你婆婆報仇是不是 欸 好 至於我對於青蛙做了什麼事情 這就不好說了 嘿嘿 噴出來了 靈魂是已經多到有點太滿了 我们这边还有六颗 我们就直接全部抓起来 那等等这个灵魂石用完之后 我们就先回去一趟 那我再找时间过来挖我们的木头 虽然原本主要目的是木头啦 结果我既然都还没开始挖 哈哈哈哈